法华经家乡所远 威则为为 威句成语的威德 爱呢则为德 又这福威威 摄受威德 这两句参考资料里都有 这是佛法常用的 摄受这幅念门 佛使 菩萨祖师 怎么样教化众生 就这两种方法 只观地舍眷属 夫夫有念属 一舍一致 如安诺心 不尘长短 这是舍一 那舍手的意思 大金 至此刀杖 乃至斩首 是贼 虽 与独 殊途 居灵 利益 那佛菩萨 无尽的慈悲 利益众生 用这两种 不同的手法 我们今天讲 两种不同的法门 世间法术 两种不同的手段 都是利益众生 都是利益众生 安若贤 不成长短 也就是不论是非 你行善 作物 都不计较 一时同仁 这是说 另外一种更新的 不一样 他拿的是刀杖 刀杖是武器 甚至战术 有没有 有 佛经上有一段故事 处在哪里 我记不得了 读这个文 忽然想起来 早年在台中 老师讲经的时候 给我们讲过 有一个阿罗汉 到海外去弘法 坐在一条商船上 这个商船 有五百商主 那就说 我们今天的法室 有五百客 经营 墨益的 这些老板 都是有钱人 带着金银财宝 都在这条船上 其中有一个人 动了一个窝念 想把九百九十九个人 九十五百人 四百九十九 把这些人害死 他想独吞这个财产 这个念头太窝了 没人知道 阿罗汉知道 阿罗汉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救他呢 他要干这个事情 将来必定夺 阿罗汉 谋财 害命了 这个话又不能劝他 宣他的时候 泄露机密 头一个杀人 杀人灭口 那怎么办呢 阿罗汉就把他杀掉了 乃至斩首 我都杀掉了 杀掉之后 给主人说 连命都堵了 这个四百九十九位伤主 这个灾难免除了 动这个窝念 想害人的这一位伤主 他不多地 他虽然是动了这个念头 未遂业 他多窝到 但不多地 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了 这个例子 前面是说 我们看后面的二门 这幅门 这窝 佛飞 而不加戒 是佛 大智之德 像刚才我们举 阿罗汉的例子 这是大智慧 把双方 统统救了 这智慧 这时候呢 不与无腻 物识人物 阿不违背 阿不违背他的意思 阿不违背他的意思 恒顺 众生 阿不于无腻 就是恒顺众生 善无皆是去之 为什么 人心本身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阿不违背 人只要放下 妄想 妄想 分别之处 清净 平等心 就先去 没有放下的时候 有差别 放下之后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